他好像有一點不太敢 對 然後我就 沒有喔 我很很大膽 我有摸你喔 可能他覺得還不夠 還不夠 那我知道正負哥是正人君子 所以我就給他這樣子的一個 V-back 福利 對 一位戰爭 不是很前輩 你知道我這個晚輩 能說話嗎 對 啊 看到沒有 就是這樣 就是這樣 大家好 我是王正負 我在天道裡面 飾演的是羅家豐 大家好 我是陳佩琪 在劇中飾演的是吳靜玉 很囉嗦 羅家豐 我啦 聽不懂大夫妻 這樣好不好 對自己彼此的配音像是什麼 喔 我覺得 他就是一個 外表非常冷酷 但是內心是非常 澎湃的一位戰爭 不是 前輩 看到沒有 看到沒有 就是這樣 就是這樣 面對你跟可莉姐 我都覺得 哇 兩個好資深的前輩 我一起在神仙里 誰跟你在那邊資深 他是一個很熱心的一個人 對 他非常非常熱心 有啊 我怎麼不覺得 他就像一個導覽員 然後在告訴你 接下來會發生什麼事情 這樣的環境 然後怎麼樣 會一一的 明細的跟我說清楚 那我覺得 就是非常安全感 啊 你來之前都沒有打音喔 嗯 我覺得 你知道我是出了名的男鄉主耶 可是說真的 發生在我身上 我覺得是非常好 然後沒有威和感 難道我也是男鄉主人 啊 我從以前看到他的所有的作品 他都是那種 用眼神去殺人 然後他的肢體那種感覺 是很利多的人 結果我想說 欸 你演過很多好人耶 而且把我的視劇 全部攤開的話 我有超過一半都是演好人耶 那我覺得你成功了 因為我覺得 你演壞人 演犀利的人呢 那個image 強烈過你演好人 那是非常成功的事情 這是好事 你跟我一起說 好好 對對對 這樣我這個晚輩 我會說話嗎 不好意思 講晚輩 從頭到尾都一直在講 是不是晚輩 沒有啦 實際年齡我比較大 那這幾題 對鄭富哥的第一名聲音 當時就是聽說 我是要跟鄭富哥合作 然後我想說 喔 他怎麼會來三立 然後 其實我很緊張 因為我知道 我要跟可莉解答 我已經非常緊張了 他很有名氣嘛 然後我知道又是 一等一的男主角 我就覺得 不曉得這個火花會怎麼樣 我們在拍那個形象照的時候 因為大家都很不熟 喔 第一天見面 他就很冷酷這樣 是厭世臉嗎 我就是厭世臉 你很愛我 那我必須愛你 歡迎你 我說 喔 我就愛他 然後來客看 你過來 過來 什麼姿勢都來 其實鄭富哥來 我有點覺得 對他抱歉是因為 我們很熟 你說我要跟他 打鬧得很開心的話 那真的需要隔一段時間 第一次剛新曲 有沒有就是一碰 就覺得他還蠻不錯的 因為他太專業了 他非常非常專業 所以當我跟他一碰頭的時候 啊 我好愛他 那種戲是我要去親他 我親他的時候 我是想說 不是 我想起來了 徐旭漸進的 慢慢來 深情看著他 然後 閉眼睛之後 然後我想說 親一下之後 我再看看他 因為我很愛我老婆 他不是 他在拍完戲才跟我講說 啊你怎麼親一下都停了 啊你停我管他 我就一直 我就一直督你 他就自己 在親我這樣子 你看他多偶奇 好啦好啦 都我單啦 都我單啦 這是一個很冷的一個 很無趣的一個 所以他常常講說 哎呦 我好無聊 我好無聊 啊你不會看IG喔 你好無聊 好無聊 有一次啊 他跟仔仔坐我 各坐我旁邊 我就在那邊 好無聊好無聊好無聊 然後他一直背劇本 然後我想說 算了他剛來 他一定很緊張 然後轉頭過去問仔仔說 仔仔怎麼辦 我想問你 好無聊 然後仔仔就趕快把我的臉推開 他很害怕 你去背你的劇本 我覺得他們兩個真的很可憐 然後他是很好笑的一件事 他居然會滾牆的 他是這樣子 他就是想 他這樣 哎呦好無聊 哎呦好無聊 我也會滾你們好嗎 一直滾 一直滾 我也會滾仔仔 會滾明潔哥 過一陣子就滾你了啦 OK 好 先這樣滾嘛 那因為你們演CP嘛 沒有特別為親密的戲 做什麼樣的演戲 我完全全沒有好準備 因為我一直很死板的 一直在K劇本 我一直在唸台詞 唸台詞唸聲 我忽略了三角形 我一直想像就是 我剛把台詞記起來 我要把台詞記起來 我要把台詞記起來 他大概講了一個委屈的時候 我要接什麼話 忽略看到最後的三角形是 我就心裡想說 啊靠腰 我怎麼會忽略到 這一場戲這樣子的 然後趕快想辦法 去漱口啊 然後吃漱口香糖啊怎麼樣 然後他用一句話 來緩和我心情 他說 欸你多難心 我會吃大蒜 對 然後結果覺得 我是真的發現他不曉得 就開玩笑跟他講說 我如果又打算要刷牙 然後而且我等一下會吃大蒜 所以你不用緊張 我就這樣安撫他 漱口啦刷牙啦 吃就算看他 那一點 結果我回頭看他在吃臭的 那我就還是請工作人私底下去 幫我買了一下牙刷 我就自己還是簡單的刷一刷 然後希望呢可以 讓他覺得舒服一點 但我沒有給他 而且我還跟他講說 我不刷牙 但我自己跑去偷刷牙 這是心機很重的女人 5月3號起 週一至週五晚上8點 就在三立台灣台 29頻道 鎖定天道 隔天下午2點 三立台劇YouTube頻道 看完整版 看完整版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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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